主豆羊豆齐,豆在腐中气,本是同根生,大概同锅烹 欢迎来到安理厨房,今天咱们来做个上汤姜豆叶 姜豆在我们这里叫豆角,豆子和叶子各来200颗就差不多了 我习惯用手在两颗豆子之间掰开 很多人为了图方便,它都是一刀切的 就像开放式厨房,不给通羊气,有毛病吗? 不能有,无非就伤害到了一小部分豆子 叶子也要摘一下 在两个主叶麦之间捏住,往下一撸,两撸 剩下的叶麦就可以拿去喂鸡了 喝几片清水,放一片备用 一块肥瘦肉,有100颗吧 倒成肉末,不放微精鸡粉,就靠这个提鲜增香了 拍一半蒜,一块姜 提前泡好的香杏,切成丝 香杏就是完全打开的冬锅,好处就是既便宜又容易泡发 就是这个味儿没有什么口感可言,直接用热水泡会快一点 一个咸蛋敲开,把蛋黄捞出来,切开 皮蛋最好先蒸熟了,再切开 不蒸熟的话,它那个糖心会把汤给煮黑了,跟咸蛋黄放一起 接着烧点开水,把姜豆和叶子放进去 飞飞水,去去农产 如果来源比较好的,譬如说是自家种的,完全可以省略这一步 等再飞起来,就可以先捞起来了 再热锅 进去些许花生油,把肉末炒一下 看见有油吸出了 姜蒜,香杏,进锅,略爆香 再倒进去,足够的开水 起码也要够每人一小碗嘛 姜豆和叶子回锅 改个中小火力,煮一会儿 差点忘了把泡骨水也倒进去了 煮到姜豆够深了就行 也就是吃起来感觉软硬适中的程度 我煮了有六七分钟吧 略微放两三克盐给个味儿 这种汤菜应该是偏蛋口一点的 就是那种如梦似幻若肉若无的味道 皮蛋和咸蛋黄进去 再煮一小块,把蛋黄煮熟了就可以了 把大部分的叶子和豆子先捞起来 哪些好吃肉好看的 就放到最容易看到的地方 把火关了,再把咸蛋白打进去 就可以往盆子里装了 再装一碗汤来摆摆样子 这样的做法在阿里加已经算是高配版了 涂省色的时候也就是油盐水煮一煮 就很有滋味了 喝口汤呗 做家常菜就这样 平时可以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 到需要的时候,阿里又可以耍出花来 做人又何尝不是呢 我是阿里,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